来看到这个色 幻 色 不是 咱们看到这个 调府玉滩 看到这个瘦 瘦 云和瘦如十枝 这里是到哪里 到第141页 讲到瘦如十枝 倒数第二行这里 那么其实后面就都一样了 就是色素讲究识的差别而已 那么色是生理上的现象 色想形式是心理上的现象 好 现在先来看这个色 色 云和瘦如十枝 未 六瘦 那么如十枝就是说 他告诉你这个苦 苦是怎么来的 五蕴生心是怎么来的 那么苦 五蕴生心 现在的五蕴生心 充满重苦的五蕴生心 是从贪爱来的 那贪爱是怎么生起的 就讲这个 所以有时候讲色极 你看有些经色极之后 就马上色极 未患理 就直接讲 那色极之后 就色为色患色理 好 那么 那么这个从贪爱来的 那贪爱又是怎么来的 就问这个嘛 贪爱又是怎么来的 贪爱怎么来的 从六根对六成 根层是合而生处 它是一种 贪爱是一种心理反应 心理的一种反应 那这种心理反应 是具体来讲它是怎么来的 就是对境界的执取 贪爱 从哪里起贪爱 我们都会 我们具体来讲都是从哪里起贪爱 好 那这里就告诉你 那么这个受 从受 从想 从色受 想形式 那么如何从受取贪爱呢 前面是从色取贪爱 那现在怎么从受取贪爱呢 那么受来讲 从它产生的 从它产生的地方有六种 从它产生的地方有六种受 六种受是哪六种受 眼处所生受 耳处所生受 就眼耳处则生意所产生的感受 这是从它的出处 从哪个地方产生贪爱的受出来 从哪个地方 从眼耳处则生意产生出来 那从它产生出来的性质不同 有苦受 热受 不苦不热受 其实是这样 就好像我们造业从哪里来 从 从这个生 口 意三个地方 那从它所造的业性质不同 有所谓的善 恶 无忌 意思是一样 就是说从我们造业的地方来讲 是生 口 意 那么从所造的业 性质不同来讲 有贪称痴 那么这里是贪爱 就是从起贪爱的地方来讲 从起贪爱的地方来讲 就是所谓的六处 六寿 感受 现在从感受来讲 从起贪爱的地方 其实是色寿 想行赐 从起贪爱的地方来讲 其实从五运 色寿 想行赐 那现在从寿来讲 从寿来讲 从哪里 从怎么样的寿 就是从起贪爱的寿来讲 有六个寿 眼处所生寿 乃至于益处所生寿 那么从它产生的寿的性质来讲 有苦寿 热寿 不苦不热寿 那么这个你要知道 你要如实之 所以说我们说要完全清楚 那么彻底明白 究竟了知 你要如实之 它字实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叫做寿 那么寿己如实之 那怎么样是寿己 其实就是寿 因为这些不断的寿 那寿己其实就是形成了 你如实之 那你只要知道处寿 你就知道寿己 因为处就会有寿 所以处寿是寿己 你看它处寿是寿己 如是寿己如实之 那处是什么 跟尘是合而生处 所以你就会了解 当我见到这个人 当我听到这个话 当我闻到这个味道 当我吃到这个东西 当我身体接触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的心 我的心有什么样的感受 好或不好 为什么 那这个你要清楚 这整个过程你要清楚 就好像你看着你的小孩 从这里爬到那里 爬上桌子 爬下桌子 从桌子跌下来 去拿冰箱 你就看在眼里 你清清楚楚 整个过程你清清楚楚 那你内心那个小孩 那你有五个小孩 色受想成是假色 我们这样举例 那你清楚 他是怎么从这里爬到那里 又从什么上面掉下来 又从怎么爬上去的 爬上去又爬上来 那他吃了什么东西 然后他在哭 他在笑 就苦涩热瘦 那你清楚 你清楚 那你就知道 他这样会哭 他爬上去 从桌子跌下来 以后他爬上去 就不要让他爬上去 因为他爬上去会掉下来 掉下来会痛 那你就知道 那我这个心 有这个感受 之后 从这个感受 引发很痛苦 所以以后 他要做这件事 或是他这种感受的时候 就要自止 就要调腹 就要控制 就要调腹 然后超越 然后断除超越 一样是这样 你看看你内心那个小孩 你有五个小孩 他在瘦 瘦就有六个小孩 眼触所生瘦 耳触所生瘦 他又生六个小孩 类似像这样 我只是举例 让你比他好懂 那么你看清楚 他这样去 他这样来 他有这种瘦 那因为这个瘦 引发他什么样的反应 不好的反应 那给你带来困难 那么所以 你这里讲 瘦疾如此之 处疾是受疾 因为处才有瘦 那么云和受灭 受疾 那么受灭 那么处灭是受灭 因为处 基本上这个处 主要就是 名相应处 跟无名相应处 处一定会有处 圣者也有处 不可能没有 佛陀也有四名色六路处 但是没有爱群 就在这里 佛陀也有处 明色六路 那么 但是这个处 当明明相应的时候 他就有爱群 当明明相应的时候 他就没有爱群 他是这样 无名 血 是 明色 所以他这里告诉你处灭 其实不是你没有处 不可能没有处 佛陀被木头 刺到脚 流血会痛 他也要叫祈婆 把他拔出来 他哪里没有处 他肚子饿了 他也要吃饭 他走一走 脚痠了 他也要休息 你看佛陀老年的时候 一休息 那就开始跟他按摩 吹背 是什么 他也有处 怎么会没有处 他也有苦处 但是他没有 没有无名相应 只是这样 处 处受爱群 这老病死又被老苦了 这个其实就是苦 这个是世民社 佛陀也有 六路处受 佛陀也有 圣者凡夫都有 圣者凡夫都有 但是阿罗汉没有生死 出国 二国 三国还有 爱取有 这个是还没见到阿罗汉 以前都还有 轻跟重的无名 那么这个是无名 无名跟厌 那么这个是佛陀 佛陀跟圣者都有的 也不能没有 六路 他有六根 他有感受 他有世民社 但是他不止久 他没有无名相应 因为无名贪爱 这个也可以叫贪爱 这也是爱 那么他 他这个兽 不跟无名相应 不跟我见相应 生起我爱 不会 不会跟我所见相应 生起境界爱 不会 我所爱 没有我爱 我所爱 因为他没有我见 我所见 所以基本上 他在这里 他在这里 他是 这个这里 他有苦受热受 苦热舍 不喜 不苦不乐 那么从眼耳鼻则生命 那他说 这个受是从处来 所以你要从这个处面 所以说 一有心理反应的时候 他是最初的心理反应 他就是感觉 你开始有感觉的时候 你就要如实之人 你开始有 讨厌的感觉 开始有 喜欢的感觉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要如实之人 这个如实之就是 你名不是无名 所以他叫做 他在这里 如果在这里下手的话 他就是 他就是名相应处 跟无名相应处 所以圣地只是名相应 他还是有处的 他不是没有处 他只是名相应 跟无名相应而已 所以他没有说处灭 没有 灭的是灭无名 不是灭那个处 那个处不能灭 那个处要怎么灭 没办法 所以这个要知道 就好像我们讲 色其灭话题 其实不是这个色的问题 是那个苦的问题 有苦才要灭苦 灭色做什么 灭色没有意义啊 灭苦才是重点 一样 这无名相应跟无名相应 他讲的是这个 那你看这个爱 因为爱很有趣 这个爱 他就是从受来 你看爱怎么写 爱就是心里面 执取这个受 你看哦 你看这个受 然后 这个心里面 执取这个受 那么所以 他就是爱 他基本上就是这样嘛 你的内心 执取那个受 这个受 这个受中间加个心 就是爱啦 那么你一直执取这个受 那么在这个受 生起贪爱 就是你这个受 跟你的我见相应 那我见一定会生我爱 我见一定会生我爱 我所见一定会生我所爱 所以他就是在这里下手 那么六路 六根没办法都是有啊 处一定会有 但是处引发这个受 处当你 这个是最初的心理反应 那他只是当中的一个 心理反应而已 但是 如果具体讲 还有想跟思啊 那之后才造业啊 那所以 那爱 因为你没有觉知 所以你会执取 更加的执取 所以后来讲爱 就讲三爱嘛 欲爱有爱 欲有爱 那我们讲四爱 就是自己爱 境界爱 比比喜乐 就是 自有爱 自我爱 后有爱 比比喜乐爱 喜贪俱行爱 或是欲爱有爱 无有爱 如果解释的话 基本上 基本上从三界来讲 就是欲爱有爱 无有爱 那取其实是 爱的加强 因为你我见 我见 我爱 加强 他就变成我语取 那你又没有觉知 没有方法 就见取 借进取 那欲取 你看就是这样 他就四取 我欲取 那么欲取 对无意的贪安 禁界爱 那你又没有觉察 见取 然后借进取 你又没有正确的方法 他就一直下去 就会产生什么 业 又新的形成 八业论生 又开始 又开始形成新的一个 充满重苦的武运 他不一定是这样 从人来讲 就开始又充满重苦的生命 又形成 那这个充满重苦的生命 又在生死中 又通了 又开始 就一样 他讲的就是这样的现象 那告诉我们 就是这样的道理 然后大家要把它汇通 那么你就会很清楚 那不然我们读这种经 这样真的是读这种经 读得会眼花缭乱 好 但是你知道 你就清楚 你就知道 他在讲什么 那你具体是可以修行的 具体依这个经是可以修行的 而不是只是拿来念的 好 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告诉你 这个六寿 颜耳彼者生意 然后如实之 然后触 如实之 然后云和受灭如实之 触灭是受灭 如是受灭如实之 这个触灭并不是你没有触 而是你没有无名相应触 你依贪爱 贪爱而有的心 没有了 你心不生起这个贪爱 所以他叫做六路触藏队 那触怎么可能没有 有 所以六路触藏队 不能生 不能动其心 你心不动 不跟无名相应 心常常如实之 心常住坚固 地观法尊面 所以你看那个小孩 来来去 你有这个受 起落起落起落 你不为所动 或是你身受 心不受 苦一定有 伙托也有苦 伙托怎么可能不会没有苦 他没有苦 他为什么还要休息 他不用休息 他左列了也要休息 口渴也要喝水 一样 但是他 他不跟无名相应 不跟我见我爱相应 所以他没有无名相应触 他有触 他没有无名相应 他并不是把触灭掉 从此我没有神经 有的人是 有的人那个 少数人 非常非常少的人 没神经的 不会感受到苦跟痛的 真的有这种人 也好也不好 他没有痛感 但是很危险 他流血他都不知道 他生病他不知道 但这种人是 你说好吗 也不一定是好 因为有痛会让你避免 避免那个 火再烧了 你都不知道痛 你就烧到烧焦了 你手都不见了 一流血了你都不知道 基本上并不是没有触 所以他触灭 触灭是受灭 基本上并不是灭掉这个触 而是这个触 不会让他生起弹汗 灭掉那个无名相应触 如是受灭如实之 其实就是有贪之有贪 无贪之无贪 基本上是这样 但重点在如实之 他这里讲 云额受灭到今如实之 就是发生到 政界乃至政界 就是说 那我要怎么样 才能够不生起 无名相应处 我怎样才有名相应处 那你就是 一个观念一定要正确 所以我们说过 你听到的一定要是正法 如果你听到的不是正法 那我有苦 我念一个灭苦真言 那么我念了就可以灭苦 这样 灭到死都灭不了苦 那么我请一个 我请一个有修行的人 帮我回向 让我的苦灭掉 这样 你就是请一万个 千伙都来跟你 都来跟你回向 你也没办法灭苦 那么我 我用我的血 来写经 我就可以灭苦 我牺牲奉献 我就可以灭苦 那个不是牺牲奉献的问题 那所以 你要好好理解 就是说 你先要有证件 那无韵到底是什么 就先这里跟你讲 那我们的生命 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 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 那我要如何 才能避免这样 充满重苦的状态 那么正确的方法在哪里 具体的施行细则是什么 具体的修行次第是什么 我要先从哪里下手 要做到什么程度 才叫做究竟 这个你又知道 你都不清不楚 人家给你带到非洲 跟你讲这个是纽约 你也认为是纽约 因为你也没看过纽约 是啊 所以你不清楚 你会被人家骗 被自己骗 真的 你看我们很多人 要不是被以前的人骗 就是被自己骗 那上次很多人更可爱 那么已经被骗了 他也知道自己被骗 反正都这样了 那就将错就错吧 真的 所以我看见很多人都这样 其实大家一定要有决心 因为你如果没有正见相应 邪见相应 叫做邪见增长 那么你没有正见增长 因为你所想的 你所做的 那么都跟邪见相应 那么久了 他这个是一种业 你要知道 他这个是一种业 但这种业 只要照做过的 你没有这么想 但是你这么做 你即使不认为这样是对 但你还是这么做 他还是业 那么只要是业 他一定有影响 只要是业 一定有影响 那你不能说 我方便方便 是方便 那就方便受影响 真的啊 都会这样啊 所以你说 那我无意的 那无意 你也会无意受苦啊 真的 何况你还有意 那么你 很多人不了解这个道理 你所造作的 跟你 你现在所做的 你正在造作的 他都会对你的未来 产生影响 如果他是斜见相应的 非因既因非果既果的 那么你未来 在证件上 第一个 你对法不容易厘清 你修行不容易受用 那么未来的因缘 你不容易遇到证法 遇到证法 你不容易了知 知道了要修行 会有障碍 不容易受用 真的 你好好想这个问题 那大多数的人 其实我这样看 我这样看 大多数的人 其实不当一回事 真的 我是希望大家 要好好想这个问题 因为 你如果没有正见相应 你就不能正见真伤 你不能正见真伤 因为你是砸懒的 就好像说 你知道这个不能做 但是没办法 那么 做少一点就好 做少一点 就好像 就好像那个 有一个人 庄主里面好像有这个故事 有一个人去偷枝 一次都偷十枝 偷很多枝 后来人家就讲 你偷人家的东西不好 好 那我以后偷一枝就好了 那还是业啊 那这种业 你只要跟 因为你的内在有这种的行为 有这种业 你有这样的思想 你容许这样 你也这样 那么久了 久了 久了之后 一次两次当然就影响不大 但是长眼眼月 你久了久了之后 你说 我们的业怎么来的 我们的业怎么来的 你就这样来的吗 那业有什么效果 业就是作用啊 它会对你产生 好跟不好的影响啊 它有好的不好的影响 那你现在受什么影响 那你未来会受什么影响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你平常说作出什么 你就知道了 所以你 这一部分一定 一定要清楚 而且你要有决心 你一定要有决心 你没有决心 要跟正见正上 你不容易 即使你把整个阿安静都背起来 你的夜 我们叫做暴障 夜障 管老障 它自然而然 第一个 你不容易预见 第二个 预见 你不太会清楚 你不容易如实之 那么你清楚了 你要努力做的时候 不容易相应 为什么 因为以前 你就这样 你就不太跟他相应 你自己在正法上做格爱 你自己就不容易 你自己有都不容易跟他相应 那何况 未来还不一定有 你怎么 就算你现在遇到正法 你都不跟他选择 不跟他相应 那么未来遇到正法的机会会减少 就算遇到了 你还是过去的习惯 过去的心 选择不跟他相应 那么几次以后 几次以后 你遇到正法的因缘就越来越少 那么你越能够相应 能够相应的 这个机率就越来越低 要好好想这个问题 我觉得大多数人 不把它当一回事 真的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那么这个受未如实之 我们是讲到哪里 讲到受 受讲完了嘛 好 那么受患 受患 好 那么受患 这个受患苦患 它就是苦患嘛 有什么过患 其实刚才我们讲也是这样 就是说 你这样的想法 你这样的做法 会对你未来产生怎么样不好的影响 不好的影响就是过患 那么你又清楚 那刚才我们会讲这个 就是说 我们对于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所做的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不在意 也不清楚 就算清楚了 我们也不在意 就算在意 也不是很在意 所以没有改变 就变成这样 那么这个过患你不知道 那么你 你那个要处理的心 就不容易形成 那个过患你没有如实之 受患 应该是受患 那个你不如实之 你就不容易 那个出离心不容易起来 你没有那个决然 决然要晚上的心 没有 那这样其实是不容易 不容易跟法相应的 那么所以当你 当你对于一个佛法 那么你了解了 那么很 你看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 他听了马上就知道 知道了马上就去做 那有一些人听了 怎么听都不会知道 有一些人听很久才会知道 那有一些人听了知道 马上去做 有些人听了知道 很久才去做 有些人听了知道 根本就不去做 有些人做了之后 坚持把它做到好 有些人做了 遇到困难就不做了 反正就有很多了 那这种种的后来 都是跟你未来休闲 有种种的不同 那么一样 布施也一样 我们从布施来讲就好了 那么有些人赚钱 不用赚钱就有钱 有些人 只要稍微赚钱 就很有钱 有些人 有些人很努力赚钱才有钱 有些人就算努力赚钱 也没有钱 为什么 当时候他在做布施的时候 那个心不一样 我们现在闻正法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讲这个 那么我们的心不一样 未来你对于正法相应 的层次跟层地 也会不一样 容不容易相应 容不容易受用 都跟你现在对于正法的态度 有关系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讲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受患如实之 受想行事 急灭未患离 其实就是苦 苦灭未 苦患 苦 那么未患离 那么因为贪爱产生苦 那么所以要灭这个贪爱 因为贪爱既然有方法 既然有方法 你为什么不照这个正确的方法 去灭苦 那这个 一般人我看来看去 一般人基本上 灭苦的方法 就算不正确 那么他也继续这样 那这样其实是 其实真的是会有后遗症 跟故作用的 这个就是过患 过患就是这样 好 我们这问题再看 那么 所以云和受患如实之 苦受 若受无常 苦变一法 其实他就是无常才有苦 所以 因为他终究是苦 这无常苦变一法 就是告诉你 就是告诉你 他充满重苦 这个身心 这个受里面充满重苦 而且终究是苦 就算现在是 充满重苦 充满重苦 不是一直都在受苦 不是 而是有很多苦 但他终究是苦 最后一定是苦 所以你要解决 那你说充满重苦 那还有热啊 那我就让他保持在热就好了 没办法 他终究是苦 所以你不解决 你不解决 那么 他终究会让你一直受苦 那么 所以他这里讲 受患如实之 你要如实之奇过患 自己过患怎么样 而能远离 要怎么样远离 一八正道 一八正道 调腐欲滩 断欲滩 月欲滩 就是调腐这个烦恼 断除这个烦恼 把这个烦恼 断除旧禁 那如果从我们政见来讲 我们要认知什么是政见 要去除邪见 去除所有的邪见 没有一点的邪见 那么对苦极灭道 要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明白 而且要非常的认可 而且要有心实践 如果你没有这样 其实是 你不容易跟政法相应 我们很羡慕那些伯弟子 稍微听到 就正出国 就事不坏性 就发眼镜 那你有没有想一想 我们为什么没办法 你平常都跟邪见相应 平常有事没事 拿那个毛刷子在刷玻璃 有一天要看清楚 怎么看得清楚 天天给你刷到 偶尔插一次窗户 天天拿那个毛刷子在 拿那个黑墨水在刷玻璃 那你怎么时候可以看得清楚 你看不清楚 你多数的时间是看不清楚 你多数的时间都跟邪见相应 都跟邪道相应 或是说跟不正见相应 也不要说邪见 你跟不正见相应 跟不正道相应 这不是正确的方法 所以段三姐 第一个就是对四弟 非常的清楚明白 对四弟没有怀疑 对于修道 道是什么 怎么修 你非常的清楚 没有怀疑 一点没怀疑 那我们不是 我们都是对正法 姑且听之 以后再来修 以后再来受 现在听一听 先听 那听完了之后 还是照着原来的方式做 就这样 那这样其实是 也不能讲没有功德 那其实就是 送一些善根而已 真的 就送一些善根 那么就像天人 天人那么多天人都来人间听法 天人是十善业成就人 他那个烦恼是比较少 但是他武艺也不少 玉滩也不少 那么多天人来天上 来人间听法 得到的 就是正道的 没有人间的福地之多 天人很多人都来 你看那个阿安静 很多天人都来 但是他得到的没有多 那有一些外道 不知道第几间 我现在就是 以后我们可能会看到 外道来问博 就比如说像我们早上讲的 那个婆罗门 那不知道第几间 好像是五十三支 还是第几间 不少有第几间 那么他来问佛 那么婆罗门来问佛 因为佛去到那里 他说这个 这个加比罗尔果的一个王子出家 听说成佛了 非常出胜 非常有智慧 非常装的 我们去看看他 带领了一群婆罗门去见佛 我会跟他讲 他问佛 三门取谈你都说什么 我都说元旗 我都应该说元旗 那元旗是什么 从口到我跟他讲千群 有因有因是间旗 有因有因是间旗 有因有因是间面 那什么叫做有因有言 文明行事 讲完了 那个婆罗门听到了 很好很好 就回去 没看到他有证过 回去之后 一样修他的婆罗门法 回去之后 一样修他的婆罗门法 那你说他会跟证件相运吗 那他过去就这样 他为什么有因缘见到佛 他有因缘见到佛 有因缘闻到佛法 这个是他的因缘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这样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见到佛 闻到佛法 而且是佛亲口为他说 那他也发好心要来听 可是他听我的之后 底下没有说欢喜 然后正阿罗汉怎么样 正出国 没有 很多佛地址都有这样的 得实不坏性 得华远近 或是不然 这个正阿罗汉 他底下没有讲 就欢喜回去 回去之后 他肯定求他的婆罗门法 他继续求他的婆罗门法 那从他这个行为 可以知道 他过去生 跟佛缘缘 也许过养过佛 听佛的说法 也许也欢喜 那欢喜之后 欢喜没有信受 或是欢喜信受之后 没有依教奉献 他没有办法相续 没办法全守 那我们再想想我们的状况 我们再想想我们的状况 那现在我们肯定是过去 没有跟正法相应 像我自己也这样想 我也许在佛陀世代 我就听法 但是我为什么现在还这样 也没有相应 现在是这种状态 就好像我现在是 充满重苦的身体 我如果现在再继续这样 那为什么不相应 为什么我过去 听法不相应 那肯定是 在某方面有缺陷 那么现在 我如果再继续这样 那么我未来 弥勒佛再来 我也是听法欢喜 然后呢 然后就这样而已 所以这一点 其实很重要 那我们真的是 真的是你认为 这个是正法 那么我们就要 以正法这样来学 如果你不认为是这样 那你就说 我也学一学就好了 反正多听也 多听也没有坏事 多学也没有坏事 事没有坏事 但是也成不了事 就是你必须知道 正法是这样 你就要有那种 绝然的心 我要依正法就行 我重新以后 一样嘛 归一佛 相佛学习 归一佛中部归一 外道天文 归一法中部归一 外道学说 那我们可能说不是 我们归一法 同时也归一外道学说 那基本上就是 有些并不是佛法的部分 那么我们基本上 如果可以舍 就要尽量舍 断然决然的舍 要不然 一般的 你看到你所造作的 都是业 都是你所造作的 都是业 那这些业 一定会影响 最重的就是 影响你的身心 影响你的生命 影响你 生生世世 跟佛法相不相应这一块 那我们在我们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你要如实之 你要如实之 过患 那么他终究是苦 那么怎么样理呢 一样 我们说 他不是去掉这个感受 他也不是去掉这个处 他说 调腹 断除 超越 那么这个就是理 其实就是 你烦恼 你有什么烦恼 在哪里起烦恼 那么这一点 你要先知道 起了什么样的烦恼 这烦恼有很多种 要是不离开浴滩 不离开贪爱直取 你 现在 有没有烦恼 你有什么样的烦恼 你在哪一点 哪一个地方起烦恼 因为眼 因为耳 因为鼻 所见的 所听的 所闻的 那么这一部分起烦恼 那么你就要从那一部分 去截断它 好 所以这个理教是什么 受理如实之 云和想如实之 六想 那想是什么作用 想是一种印象 它是一种认知作用 就是 它其实是认知境界 那取向 它重点就取向 比如说我看这个佛 就有一个佛像 我眼睛 我眼睛 其实眼睛 真正看的不是眼睛 眼睛只是取那个像 然后进去里面 有那个意识 有那个心思 分别的 那么 而知道的 真正见的是在那个 我们说这个松果体里面 还是有那个 有一个脑里面 那个系统 那么 它取那个 对于所取的像 做认识 依过去 或是怎么样 依它所学习的 做认识 这个是佛像 依那个是 如果这个想 它只是认知而已 它只是认知 那么这个想 从哪里认知 一样从六根 这个是谁的声音 这个声音 好听不好听 这个是谁 好看不好看 这个是什么花 好看不好看 那么这身香味 这个是什么味道 好闻不好闻 那么从这里 开始认知 依根层适合而生处 开始有想 那么这想就会产生 这不好看 可以想看 我不想再听了 这个好错 我要赶快离开 无人的鼻子 反正就是 这一些都是想 想 就是它会产生 这样的认知 那么所以 这里六想 从哪里生出想 言而鼻舌生意 一样 后来后面都一样 如是想如实之 那么这个想 到底是怎么产生来的 这样的想 也是无名相应 处后面受想师 如果都是无名相应 处就包括受想师 那么处之后受想师 所以它都是无名相应的 就是跟贪爱相应的 贪爱相应的想 贪爱相应的受 贪爱相应的失 其实是这样 好 那么所以如是想即 处即是想即 想怎么来的 受想师 受想行都是从处 处都是从六根对六成 起分别而来 就是这样 好 那么 人和想 灭如实之 处灭是想灭 我们说过 它不是要灭这个处 它是要灭那个无名相应处 没有贪爱的 没有贪爱的处 所以 你看它这里都是从处来讲 灭都是从处 都是灭处 而不是灭受 灭想 灭失不是 都是灭处 因为处才有受想师 那处是根成事 所以处有无名相应处 那阿兰经里面主要是讲 无名相应处跟明相应处 它比较没有在说 无名相应处 无名相应想 无名相应失 没有 没有 它就是无名相应处 那处底下就是受想师 所以它灭都从哪里面 不管是受 不管是想 不管是师 从哪里面 从处灭 所以就讲这个 好 所以 所以它这里讲 你看它后面都是 很像射 就是贪爱 灭那个贪爱 那云尔想灭到基 如实之 那怎么样灭 怎么样灭这个 灭这个 灭这个处呢 一样它是灭处 它不是灭想 那是想灭到基 就是灭到这个想 是要灭到那个处 那处是灭到那个无名相应处 那么八正道 一样 那么用八正道来灭 来灭这个无名 那么灭 一样后面 灭换你 想因缘生喜乐 因为印象很好 所以我希望能够再吃到 再闻到 再看到 再拥有 这样的人事物 那么这个 想因缘生喜乐 对这个东西 因为你印象好 所以印象会加深 当我们感受 那么你跟无名相应的时候 那个感受会加强 那么执着会加重 那么当你这个印象深刻的时候 那么印象就加深 开始加深 那么所以它这里是什么 想 想 想因缘生喜乐 因为受想 因为去 无名相应去 然后就生起贪爱 想因缘生喜乐 受因缘生喜乐 失因缘生喜乐 其实是一样的 后面都是一样 像这个 受想师都是 生起这个贪爱 那么就是胃 胃就是贪爱 所以你有这个想胃 就是因想 贪爱的想 你有这个贪爱的想 那么如是想胃 如是之 当你有这个想的时候 你清楚明白 那么 但是你清楚明白之后 你要了解 这个这样的贪爱的想 这样的贪爱想 会有什么过患 那么 因为会有什么过患 因为它终究是苦 而且它充满重苦 但是它只是一种心理状态 我这样的心 它其实是充满重苦 为什么 而且终究是苦 为什么它变异 就是它会改变 那么现在是好的 你喜乐这个东西 表示这个东西是好的 你喜乐这个东西 表示这个东西是好的 就是好吃的 好看的 好闻的 可是变味了 东西坏掉了 你怎么不吃 不能吃 吃起来很酸 会生病 怎样 变 那么人也是这样 事也是这样 东西也这样 当它产生变化 你喜乐嘛 喜乐一定是好的 不会是不好的 你不会去喜乐 那个不好的 你一定是喜乐好的 可是好的会变 那不是每一件事 每一个人 每一个东西 你都会喜乐 所以多数 多数是不喜乐的 所以充满痛苦 那你挑那个喜乐的 它也会变 变了也会让你变食乐 从你喜患的 变成你不喜欢的 一定会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过患 那么你对这个过患 完全清楚 彻底明白 究竟了知 如其事实 就是 它的实相 它的现象 它就是这样 那你不会被它 门 你不会被它 忽容过 你完全看清楚 所以 想患如实之 既然知道了 知其过患 而能言 你已经知道 它不是真的 那你还 就像很少人也是这样 就知道 它对你不是真心的 那你还要 苦苦地追求它 那何苦呢 对不对 追患了 它也是会改变 何况它也 对你不是真心的 你就知道 很多年也是这样 你就知道 它对你不好 但是 你就 你就还是一直 要依着它 为什么 你会想 也许我可以改变它 也许它有一天会变好 那一天 没有到 就算有到来 以后还是会改变 那一样 那么 我们现在就是 你要彻底了知 你要彻底了知 你的生命现象 你的身心现象 到底真相是什么 就是我们透过这个表象 去认清那个真相 我们透过这个虚妄像 去认识它的真实相 那表象就是 它看起来是好的 实际上 充满重苦 生命看起来是美好的 实际上 充满重苦 那一些 五欲感受 五欲的感官 刺激 看起来是好的 实际上 带来痛苦 当你不断执着它的话 当你因为执着 不能舍离的话 爱取你 那么 痛苦就形成 当你开始在执着的时候 贪爱执着的时候 痛苦就形成 当你一直贪爱 执着不舍的时候 痛苦就现成 它就成熟了 那么不断地贪爱 就形成 就爱取有 那么爱能舍 知道爱能舍 就不取 爱 有爱嘛 有贪之有贪 你知道爱 但你有方法 在这个爱的地方 跟它断掉 如果你在处的地方 就断掉 那就没有爱了 可是一般我们 有时候做不到 所以会到贪爱 那贪爱的时候 你知道 你贪爱的时候 你知道 这个时候 你能舍 发生到能舍 调虎欲贪 控制欲贪 调虎欲贪 断除欲贪 你能够不让他相续 不让贪爱相续 不让贪爱相续 所以 佛法最重要的 在断相续 那么证件也一样 要让证件相续 你的修行都跟证件相续 你不要让邪见相续 你要让八正道相续 那么你相续了 它就有力量 那么你贪爱相续 久了它就被人取 贪爱不舍 不舍就是取 知取 那你贪爱人舍 他不取 不取就不一定有 所以这爱取有 那我们一般在爱这个部分 你说再处这个地方 就不取贪爱 一般人比较不容易做到 所以你必须 再推我一步 在哪里下手 在取贪爱这边下手 调虎 控制 先控制 先控制 不让它扩大 你就从这里下手 那我已经知道 我要起承认心了 我控制 那么不让它继续 继续想 继续重量感受 你就一直觉得 你那个感受越来越不好 你那个印象越来越差 所以你的决定就越来越偏激 就受想师吗 就这样吗 那么你在这个地方 你清楚了 我们整个的心理运作是怎么样 面对境界是反应是怎么样 然后结果会是怎么样 你完全清楚 你就能够控制 你不清不楚 被卷进漩涡里面才发现 来不及 所以你要在这个地方 一样啊 我们平常修行也一样 你要把这个 反复再想一下 其实一本经就足够 我们想很久的 真的 你想了 想清楚 叫做如理思维 那么先如理思维 而且要深刻 要专精思维 要硕硕思维 要常常想 那每一部经讲的道理 其实都 差不多差不多 重复了 都是在讲这些 所以你要把它再拉进来 再想一次 那么汇通一次 仔细想清楚 仔细想明白 想清楚了之后 就决定要造这样做 没有任何的怀疑 这样 我告诉你 你才会有力量 此心 此业 此业 心是这样 你的造作是这样 你的业 你心是这样 你的业不是这样 你的缘就不是这样 你的心是这样想 你的业造作是这样做 你的缘就会这样形成 有因有缘事间起 有因有缘事间面 那道理就是这样啊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云尔想未如时之 想因缘生喜乐 这个是想 那么当你贪走的时候 那过犯你要想清楚 它无产便利 那么远离的时候 就是调腑 调腑 一样 是一样的 调腑一谈 行 说到行 行 这里就是失 以失心所为主 行就是除了受跟想 这两种心所之外 所有一切心理的反应 都在行心所里面 那行心所里面 以失心所为主 所以它叫做六失生 它不叫六行生 它叫六失生 那行 行 重点在失 那么失的话 如果依这个维事里面来讲 他看到这个心所 省力决定动发 省力失决定失 动发 那一样 失从哪里来 失从六根 失 行 行是以失心所为主 那么失之后就是造业 就是你决定要怎么样 所以我才说 当你觉得这个是正法的时候 你就要决定 你这个决定没有决定 你要决定 毅然决然的 我要行正道 我要走正道 我要跟正法相应 那你这个决定没有 想是这样想 做没有那样做 不敢那样做 那么这种就没办法 这样 它没有办法形成一个 一个有道的欲要 那么行 行是以失心所为主 那么受想行 除了受跟想之外 一切的新手都在行新手里面 行新手主要以失心所为主 它是意志作用 它就是决定的 决责 你已经决定 你决定要这么做 不要这么做 是你充分想过来的 是这个感受 这个感想 这个受跟想 让你 你这样的感受 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印象 让你决定要怎么做 你为什么要学佛 你学佛为什么要这样 那个不都是 受跟想来的吗 那么 演 六 六受生 六想生 那么开始就有这样的六四生 那你让你决定要怎么做 所以 审律 决定 他讲的比较细的 动发 我们叫做 生思细律之后 采取的决定 那么决定动发就什么 动发生口 那么动发生口就是什么 造作 所以行有时候直接讲造作 所以讲生行 口行 意行 那这个就是意 这个是意 然后生口 生行 口行 意行 那主要以意为主 所以叫做 以失业 失业 已经充分考虑过的 失业 那基本上 你看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很决定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就是 你想清楚了之后 你做什么决定 你想清楚了之后 或是你已经清楚了之后 你做什么决定 省力 决定 你做什么决定 那决定之后就动发生口了 那通常 我们省力之后 迟迟不做决定 或是做的不是我们想 我心里想这么做 但现在没办法 就这样 所以你还是没有做 没有做就没有做的业 没有做的业 没有做的心 就没有做的业 想做的心 没有做的业 它就是没有做的业 要不然呢 所以 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大多数的人 没有清楚说 我当初 我当初学佛是为了神 我当初修行是为了神 你要好好讲这些想清楚 好 我们让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这个行 六师生 眼处生 师 耳鼻子的生意处生 师 是名为行 因为眼所看到的 因为耳所听到的 比如说像现在 你们听我这样讲 你心里面一定有感受 一定有想法 对不对 一定有的嘛 那么 那么你 这样听了之后 耳鼻子 耳鼻子 然后呢 然后你的决定是什么 它后面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要好好想 如是行 如实之 六师生嘛 那么 那么行 即如实之 处即 一样 不管是受想行 都是处 处即是行即 因为处 无名相应处 那么你 当你这样听的时候 你还是跟无名相应 还是跟贪爱相应 那么你后面采取的步骤 就不一样 虽然你听清楚了 但是 你是跟无名 贪爱相应的 那么你后面的决定 就不一样 耳鼻子的生意 都是这样 所以处即是行即 如是行即 如实之 那么什么叫做行面 处面 就是把那个 无名相应 他那一相应的处 去掉 那么行面的道具 就是八正道 你要依八正道 那么卫 时间到了吗 你先讲到这里好了 行 后面就是卫换你 其实这个是 这个是差不多 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多讲 仔细讲 其实也有好处 深刻 深刻 等到行灭道具了 大家合掌 回向 愿于此功德 不及于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我算是师傅 多教掌